首先打開我們的指導 並且找到神木村 接取起始任務 接取依托的任務 收集36個萊西與黑暗萊西毛球後回報任務 接著走到旁邊的房子 接取雅可的任務 收集30個哈維羽毛與血腥哈維王冠後回報任務 接著走到左上方的房子 接取酷膜的任務 收集36個橡木甲蟲角與24個金屬甲蟲角後回報任務 然後走到右邊的房子 接取潘姆的任務 收集50個變種侏儒怪的排提後回報任務 然後繼續接取制藥的材料 收集60個嚼過的草之後回報任務 最後回到雅可的房子 接取火紅樹木 接取任務後找村長對話 並且他會把你送到魔生找漢斯對話 跟漢斯對話完畢後回到神木村 並收集5個半人馬的火花、進水、骨頭 然後完成任務 這樣神木村的定章任務就完成囉 怎麼樣很簡單吧 這6個任務沒有先後順序 想怎麼解都可以不一定要按照我的順序 任務的條件也是怪物的戰利品 所以也可以事先一口氣打完直接回報任務喔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